倒一下我自己 那我的名稱就叫號哨 我先講CSI好了 CSI 那這個CSI大家可能會知道CSI這個用線方式 但是不知道它是指一條微微彎曲的曲線 以及兩道微微彎曲的曲線跟一條直線吧 這是我們經常會用到的線條 在抓型的時候我們就盡量用這三條 這三個用比方式去畫 用微微彎曲的 然後S的 然後直線 在很多人有在那個改圖區有講到 比較在意速度的部分 那在前期啊我比較建議是 你可能畫第一張簡單圖包的時候呢 你大概花個一個小時 我覺得都算正常 再來你可能第二張可以到30分鐘 然後之後呢可能就可以30分鐘以內 那我覺得簡單圖包30分鐘以內的話 我覺得就算過關了 你就代表你可以到普通的圖包去做練習 那我的認為 我的感覺是不要太在意速度的問題 就是時間 比較要求準度 就是在你要求量多 你就不如求金 就你要學到東西 你多的話 那你沒有學到東西 它也是無用的 你畫100張 它經驗值也不如你畫一張 它的金 經驗值來得多 他沒有提到說什麼要準 不是也要時間 要準也要時間 就是你在畫的時候 可能第一張你可以要求到60 就是60的準度 那第二張可能 16263等等之類的 那你再要求到60 你可能第一張就花了一個小時 就是你可能已經很極限了 你只能抓到60分的這個時間點 你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如果你在第一張的時候呢 你要求速度 然後你比較不要求準度的時候 你可能畫了30分鐘 但是你準度只有40 在我的認知裡面呢 60是可以辨識的 欸 變這麼險 喔 變 就你可以看得出它是什麼東西 那70就是算過關 80的話 基本上你就沒有太大問題 你準度可以抓到一定的程度 這邊可以理解嗎 抓到60 你可以辨識 喔 這個是一個 什麼物體 這是什麼動物 喔 這一類的 你可以辨識出來 所以我們呢 先要求準度 你先提升到60 喔 可以辨識物體 你不要要求說 我要速度 我要速度很快 我可能畫3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但是你準度維持在40 這樣會很難提升 因為你不會認識到 物體的形狀跟結構 就是物體的形狀 你都畫歪 那你就學不太到 學不太到東西了 那我這邊 就簡單示範 可能你畫很快 你可能隨便抓 你可能抓這樣 你可能抓這樣子 你抓很快 但是它就不準嘛 可能看不太出來 還是什麼物體 它的形狀 什麼都不對 沒有去 特意去觀察 那這個是比較NG的 就是你 很要求時間要很快 然後就隨便抓 這邊的斜率啊 形狀都不對 所以會產生一個問號 你在畫什麼 再來是你理解了 可能九宮格 你可以畫出 像這樣子 就是我大概想要花個 五分鐘以內 然後抓到六十 就是我可以辨識這個物體的程度 這也算一個練習 如果你熟練度夠的話 這是我比較常態性做的練習 就是我會大概打個框 然後就去抓位置 後期呢 就後期在畫的時候呢 我會看到一些 你有一個透視的基礎 跟結構的基礎之後 你看到這個物體 我說一個好了 就是跑在高手的眼裡 好不好 你會有一些隱藏技能 什麼技能呢 就是你會有透視能力 你會有透視跟結構 這兩個能力加上去 會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你看到的物體 它是有立體的 它是立體的 你在畫的時候 你會知道結構它的走向 它哪邊是轉折點 我要表達的是 你在畫到後期的時候 你加上了透視跟結構的技能 可能去上了K大課程 或是其他課程 你學會了透視跟結構 這時候你去畫抓形 你會有一些隱藏的線段 它會輔助你抓形 可以抓得更快 你會知道 點對點的位置 像是這裡 點對點 你會知道這一條 點對點 你可能畫 這裡你要想 暗示結構 那你這邊可能就是 點對點 這邊畫出來 然後這裡呢 點對點 在初期的時候 你不會有這個技能 那很多人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 可以直接去上透視課 或是 直接 想要 提取這個技能 但是 你的形狀跟你的線條 你的用線 還沒有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畫不到一個準度的時候 是比較難 去做到這一點的 你光用線 你畫線 你就很辛苦了 更不要說 你要去 運用到透視 或者是結構 所以會建議 建議大家 可以在 你的抓形 可以抓到 大約70 70到80分以上 然後去報課 那 同時呢 你在學透視的時候 就會比較 來得輕鬆一些 因為你在用線方面呢 不會消耗你太多的 腦容量 因為很多人是 不知道說自己 什麼時候可以去報課 那我這邊給大家 建議是 你的抓形 至少 在簡單圖包的時候 你可以抓到 70 辨識物體 然後不會太累的程度 並且時間 可以控制在 30分鐘以內 那很多人 還有一個問題是 他抓形的時候呢 他很要求 線條要很精緻 很完美 假設我們剛剛 這個例子 你畫了這個 那你可能要精緻 然後你把它 透明度減少了 然後你要去 畫一個精緻的線條 也可以 但是線條的練習 你要畫漂亮 是另外一個課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們先要求 是準度OK 然後準度OK 之後呢 你再去要求 你的線條 可以用得漂亮 然後 CSI 可以用得更美 這個是另外一個課題 如果你有報課的疑慮的話 因為也蠻多人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報課啊 之類的 至少先抓到70吧 那你不要說 你看不出來 拜託 你是可以疊圖的嘛 假設我畫完了 你可以去疊啊 對吧 你可以知道自己 差多少 你可能疊到一個位置 接近是貼的 像我這個就 畫的太扁了嘛 這邊拉長就差不多 所以設定時間呢 你必須自己去畫過 你知道自己的程度 你可以花 我剛才畫這個 應該三分鐘左右吧 你如果花三分鐘 你可以抓到差不多 接近60 60 我認為你的練習 就會是有效的 60以上 你可以辨識物體 我認為都OK 但是你不要因為精緻度的關係呢 就是花太多時間在一張圖上 如果說他花了三個小時 畫一張簡單圖包 那是真的太久 你可能要求你第一張就要到80 或90的完成度 那我個人會比較建議你是70就好了 如果你可以到80 你也可以先70就好 那你可以透過下一張 你會慢慢的進步 你會抓的更快 它也是需要量堆起來的 外框可以用直線工具嗎 可以 工具是這樣子的 我們有輔助線 我們有所謂的輔助線 那輔助線的運用 看個人你需要多少條線 你需要九宮格去輔助你 或者是你只要天跟地 什麼是天跟地呢 就是你可能只需要兩個線段 像我基本上都是天跟地 Shift Shift按著 然後呢 就把天跟地抓出來 然後在右邊這邊做練習 那如果你左右兩邊也沒有辦法做 那你很簡單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複製一個圖層 把它移到下面來 在這裡 你就直接畫上去 左右兩邊你有一個底了 上下你有一個底了 這也是一個方式 那九宮格呢 你畫起來會比較累喔 我覺得九宮格其實 畫起來會比較貼一點 對 我個人其實也很少用九宮格啦 說真的 但是真的有難度 像是石膏像啊 或者是比較複雜的物體 你使用九宮格是可以的 但簡單圖包 我認為可以不用 就先不要用 用眼睛盡量去觀察它的 物體的位置 形狀斜率大小 這一類的 另外一個方式是 形狀 剛剛我們有畫這個 那如果我要切得再細一點 可能你的頭啊 你可能是抓一個形狀出來 一個五邊形 那形狀有什麼優勢呢 在後期你在做這個形狀的時候 你就會記得 你在畫這個 假設我的創作裡面 我要畫這一隻 那你就會記得它的頭 側面 大概是 這個形狀 可能這邊比較短 這邊比較長 它頭顱的 比例 大小你可以稍微記得 它會方便你記憶 圖形 那像身體 它可能身體是這樣子的 這裡有點彎曲 沒關係 你可以用CSI 稍微彎曲一下 然後抓起來 OK 這裡呢 尾巴你可能這個形狀太複雜 你可以把它分成 三角形 然後呢 這邊一樣一個五邊形 這樣去記會比較簡單 這是用形狀的部分去記憶 好 那這一個 它的天跟地呢 我第一眼看 應該說這個靈模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感受是這裡下巴 可能斜率會比較偏向這樣子 比較正一點 然後頭其實也比較大 它畫小了一點 你用看的時候 你要必須能看得出來 那像這裡 這裡的結構 可能是這個 這個 這個 C 大家看得出來嗎 然後這裡呢 這裡整體 應該是要往內移 一些 我判定呢 我怎麼看的呢 因為你看到這邊 下來的線 它很明顯 原本的地方在這 我們看這個關節點 嘴巴這邊突出來的地方 往下拉 跟這裡有一段差距 那這裡的話是不是相反 這邊往下拉 變成這邊是 這個走向 我自己在畫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一點調整 你可以做自我修正 在畫完的時候 因為我們注意力太集中 你可能 沒有注意到其他地方畫錯 那你可能隔天一起來看 你就會發現很多地方 你沒有注意到 愛童的問題是 上下比例比較好抓 然後左右經常掉 有沒有什麼俏 我自己畫的時候 也常常是 畫胖了 比較多 那我就會刻意 盡量呢 就是你在畫 像的 像這一條 我都會很仔細的去看 去觀察 它的比例位置跟長度 這大概是我的訣竅了吧 就是比較認真 用心去觀察 它的線段在哪邊 因為你沒有天跟地的輔助了 我們就是輔助線 盡量可以不要用就不要用 那你不要用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有一些方法 你自己的方法 去讓自己不要去使用 這邊講一點好了 我練習的時候 就是我會用各種的方式 九宮格我畫過 然後十字歸納法我也畫過 然後後面用透視結構去畫 都有 那我會建議大家都畫看看 那都畫完你都會 前提是要你都會 你可能這幾種方法 然後抓到一定的程度 都會 你就會發現你的方式會很多 很多種 你不會僅限於一種 你會看到這張圖 你會想到說 我用什麼方式去抓 會是最好的 我現在比較常抓的是 方式就是一個簡單的外框 像這個我可能先 外框簡單的先畫出來 這裡 先畫出來 但是我可能就會看 開始看斜率 肩膀的斜率 膝蓋的斜率 然後頭 眼睛的斜率 斜率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這比較後面 就是你可能 九宮格啊 十字歸納法 比較簡單 比較初期 KK魔法學院這邊 有膠的部分 你都有練習到 你會融會貫通之後 你就會衍生出自己的方法 有時候我也會畫 簡單的草圖 可能就畫個草圖 畫完草圖之後 你可能畫了這個草圖 你可能畫了一兩分鐘 然後你直接透明度降低 然後再去畫 這也是個方式啊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這裡感覺缺了一塊 因為它這邊的斜率的不對 它下半身就好像應該要出現 它沒有出現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假設你抓的形是長這樣 可是你的結構至少 畫對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它太奇怪 然後這個同學 它這邊 CSI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它部分也差不多 感覺就是 稍微抓一下而已 它這個頭 就差蠻多了 這個頭其實有點像 小雞 因為是圓的 這個在形狀上的差別就會很大 對 可以開始練習中心了 好 待會我們畫 這一隻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畫這隻就好 那待會畫完之後 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寫一下心得 然後你花的時間 你可以標記一下 我也想看看大家 大部分 花多少時間 然後準度到哪邊 然後畫完之後 就貼到 魔法繪圖交流 裡面 好 大家可以開直播 開始做練習了 記得你要畫 1比1的大小 如果你不會畫1比1 你直接在這邊呢 掃碎凸的點 線段拉出來 線段拉出來 拉出來 然後你直接呢 把這個圖層 往右移 要開始畫 至少要1比1 大小1比1 如果你抓不準的話 你可以先把外框拉出來 Shift按著把它拉出來 再次畫一圈